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来天主教台中教区承传耶稣基督大爱精神 关心弱势族群 近年来台湾面临多元文化和新时代思维的改变 国际化的成果迎来世界各国新住民朋友 异国婚姻相对普遍 这一群新住民远渡重阳来到台湾落地生根 认同台湾这片土地 因此推动多元文化共荣 是天主教会责物旁贷的责任和使命 本次元游会除了台湾小吃 一枕 一减 特别安排来自菲律宾 越南 印尼等新住民展现好手艺 带来当地美食与传统歌舞演出 台中教区附设力达企能训练中心 台中慈爱智能发展中心 玫瑰企能训练中心的漫飞天使们 也带来精彩的舞蹈与打击乐表演 参与公益园游会的贪商们 也将捐出部分所得 帮助有需求的启治机构 天主教台中教区主教苏耀文 引用德雷莎兄女说过的一句话 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 希望信友们及社会大众共同携手合作 藉由这次公益活动传递对普世的关怀 以接纳 了解 进而学习和尊重不同文化 凝聚爱的能量 引领社会大众重视别人的需要 迈向世界和平的理想境界 这场公益活动蕴含多元世界风情 结合世界各国不同族群及台湾原住民文化 10月20号星期日上午 即将在台中市历史最悠久的台中公园去办 欢迎民众一起来参与 4点到4点 台中公园见